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视频的三五大师为您带来的 导台全英雄攻略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视频 那么关于麦克风的问题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再过几天 再过几天我就可以拿回以前的麦克风了 所以那个声音的问题呢 大家再将就几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英雄呢 又是一个当下版本 非常非常适合上分的英雄弥团 这个英雄呢 很多人其实不太爱用它 因为操作起来的话 感觉多操有点麻烦 而且这个英雄的技能CD实在是太长了 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所以关于弥团这个英雄的一个使用 可以说是当下的这个版本 路人 尤其是这个以前没有练过 他的很多玩家 可能比较苦手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很多人其实也知道 这个版本的弥团很厉害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期 关于JT 他的弥团 这场比赛的阵容方面呢 JT的这个弥团 对吧 他的队友呢 这边是有一个女王 一个优鬼 还有一个垂妹和发条 这样的一个阵容 那么这样的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上来这个弥团的一级不用想 弥团一级肯定是要去加二技能的 这个是一定要确保你前期的一个发育 而且这个二技能主要就是用来转化本方的一个远程兵 那这样的话 只要你控制得当 不被对方打掉你太多的小弥团的话 那么你的等级和你的补导 你一定是占优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小弥团在当下这个版本呢 他因为魔抗很高 所以对方如果想击杀你的小弥团 主要是要依靠这个平A 而弥团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走的都是一个劣势路 对方的大哥位呢 在当下这个版本普遍又都是进展 因此小弥团的生存其实是不太成问题的 那么在当前这个版本下呢 弥团这个点 他除了这个地方注意有一个操作 他是用他的一个小弥团过去探路 过去探路来干扰对方的一个拉野和屯野的一个操作 这个地方的这个操作大家可以学一下 成本很低 只是一个小弥团 不会给对方多少钱和多少经验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弥团目前的等级 已经是达到三级 而对方对线的这个虚控只有二级 那么而且这个弥团呢 这个英雄他不光是可以在这个 劣势路压制住对手的一些战位 他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说他压制住对手的大哥位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他可以比较早比较好的去单人战线 由于你经常可以去 把自己的一个远程兵 给他直接转化掉 因此呢在补刀得当的情况下 这个兵线也并不难控制 唯一可能有一点点难点的 也就是这个劣势路对方拉野的问题 但是拉野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还好 对方只要不屯野 对注意只要不屯野 那么你还是可以顺利的聚战线的 这场比赛开局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对方的虚控正部数保持来着相当的不错 这场比赛的第一视角来自于JT 顶分局对吧 这个职业选手的单排顶分局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这个分数段高以后不好用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东西绝对可以用的 那么关于这场比赛迷团的出装呢 其实很简单 初期的话你的装备几乎不需要做任何 其他比较复杂的装备 你只需要去考虑 我怎么直接去把我的这个怨灵之气给他做出来 那么做怨灵之气之前呢 肯定是要去做级别 做级别之前要做王者戒 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做 所以回蓝的话 只要你自己不乱用一技能增握 那只是考虑转化小弥团的话 带一个王者戒 然后再带一点点的这个回蓝的普及 比如芒果之类的 就非常非常的充足了 那由于小弥团的合集 所以塔刀也是完全不成问题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的情况下 这个塔刀都不会漏掉的 这样随便一个合集就可以拿到塔刀 而且反补 因为小弥团的数量多了以后攻击力很高 对吧 合集攻击力很高 那也不成问题 这个地方下一个小弥团的CD时间 还有10分钟左右 所以先不着急 那关于当下这个版本 弥团的加点方式的话 一般来说我个人推荐是 如果对方没有那种前期需要你去开树的英雄的话 那么前期不要去加凋零 就把一二技能点满 主二负一就可以了 先保证自己小弥团的一个质量和这个使用的一个频率 然后呢不停的去转化自己的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弥团的正补数20跟对方的虚空一样 但是反补数有10个 而且这个反补数里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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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个远程兵 所以这个反补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看下这波对方两个人想要打一波 垂魅支援过来以后 一个增悟点上去 垂魅开始输出 对方的兵龙也是毫无办法 可以看到小咪端的合集 在面对兵龙这种低护甲的英雄的时候 杀伤力还是非常的够看的 这波虚空在接着往回走 杂冤再一轮合集 漂亮 GT这波配合垂魅的一套技能 直接拿到对方两个人的一个击杀 一个击杀一个助攻 那么装备上的话 做了一个大摩拜 然后做了一个草鞋 大摩拜人家草鞋也是为了应对对手 虚空和冰龙的这个双人阵线 双人阵线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的呢 也就是忌品 忌品和现在有一些谜团会去做这个密法鞋 有些谜团我还见过做相位鞋的 这个做相位鞋的谜团 我见过一些不是特别多 但是效果呢 其实还不错 比想象征的要好一点点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相位鞋 可能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自己的这个机攻性吧 毕竟谜团这个英雄的移速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捉急 当然其实谜团出不出相位 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出密法 还是建议出密法鞋 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功能性更加多一些 谜团这个英雄使用核心 其实除了在大招的释放以外 在没有大招的时候将这个秧子 一个增悟加一个大招藏在树林里面 直接阴掉对手的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他在冰他的血量控制上面 是没有做提防 谜团就是这个优势 他在前期现在如果大部分时间放的是单人路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对对方有一个 这个等级上的优势 这一点是板上钉钉的 所以刚才这一波的击杀呢 就是谜团最标准 也是我最推出的一种谜团使用方式 就是你的第一个大招和第二个大招 不要留着 不要留着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使用谜团 潮汐这种英雄的玩家 包括虚空 他总想着我一个大招要干好多的事情 在实际上完全不需要 完全没有必要 你第一个大和第二个大本来也不用开团 你就拿他用来单杀 只要能够完成一次单杀 那你这个大招就已经很直了 反正你放完大招以后 对方也没办法利用你这个大招的真空期 去搞什么事情 对线期还没过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第一个大招 能用来击杀就用来击杀 能用来单杀是最好的 像刚才这种单杀 一下就让谜团拉开了 跟对方虚空两级的等级差 而这两级的等级差 除了差这个等级差之外 那么谜团还可以同时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就是在刚才那波击杀之后 对方的虚空到不了六级 那短时间内这个虚空没有办法对谜团造成危险 谜团就可以不停的依靠自己满级的这个小谜团 再加上自己二级的增悟 疯狂的去消耗这个虚空 把这个虚空直接消耗到一个极低的血量以后 那么虚空就要忌惮你的一个增悟加小谜团的合击 他有可能会不敢来 这里又是一个转化远程兵 可以看到这个谜团现在48个正补 22个反补 两个人头一个助攻 其中有一个是对对方虚空假面的一个单杀 那控制好自己的小谜团 在这里做正反补 那身上的装备也不用多想 就出怨灵之气 怨灵之气加上魔精这两个道具 可以让谜团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正面战场也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作用 那你把怨灵之气的那个图腾扔出去 可以给对方去减伤害 然后可以造成一点点的输出 而且这个输出还可以用来帮助你刷钱 而魔精这个道具则是谜团当下这个版本 非常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有了魔精以后在团战也好 包括打入山也好 都会提供一个不错的助力 尤其是在你没有大招的时候 这个对于战斗力的提升真的是肉眼可见 而且极其的明显 这里也增悟给上卷 队友的技能直接给上来 对方的虚空又是再一次直接被秒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那么看到对方的一张TB以后呢 也是把小谜团拉过来开个视野 但是对方比较机智的直接选择取消掉了这张TB 否则的话落下来还会死 那么谜团这个英雄最大的缺点呢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半天 一直要弥补的点 就是大招的CD太长 所以他的第一视角并不好出 不好出就是不好出 在这个没有大招的时候 确实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小无聊 但是谜团的使用者 其实核心除了大招的释放以外 也就是看他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波谜团溜了过来以后呢 手里有一个增悟 看他要不要给 给到对方的紫帽 给完了以后呢 这里又是指援弹一下 然后谜团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小谜团拉出来以后 打出分身 开始起火对方的英雄 这场比赛职业选手也是非常多 可以看到这个紫帽是本的马 而本方的一个女王呢 是Yuri 也就是OG的一号位和OG的中单位 两个选手都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登场 那这个时候谜团已经马上就能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越灵之气了 另外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JT在使用谜团的时候的一个 在游戏节奏的一个理解上面 以及或者他自己打前站位的一个理解上面 就是当我在前期打出来优势以后 我不会去选择回到自己家办场 或者去到其他的路 而是会继续的站在对方家的优势路野区来进行的一个发育 尤其是夜眼方的这个优势路野区 这个是最好的地方 站在这个地方去发育 而且呢 我也不往前冲的太多 上高地永远是让自己的小秘团先上去开视野 在拥有了满级的小秘团以后呢 这个虚灵体的持续时间是40秒 CD时间36秒 也就是说你可以无限的去续航自己的一个小秘团 只要他们不被打死 你就可以无限的用这个东西去刷钱 这个时候在上路利用自己的小秘团的本体代线的时候 随时关注自己的中路 目前迷团已经拥有了大招和月灵之气两个道具 是可以比较好的去支援正面战场的 这里又打出来了一个狗头铲子 之前打出来的狗头铲子 拿着这个铲子呢 也是给自己去挖一些补给品出来 小迷团直接推线 推上就开始消耗敌方上路的二塔 然后本体藏进野区 藏进野区以后 利用小迷团在这个地方打钱 顺便呢 去拉一个野怪 然后自己躲在比较远的地方让小迷团在比较危险的地方打钱 这个也是使用迷团这个英雄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 可以看到这里他也是有时间直接拉了两组野 一边拉野 然后一边利用小迷团去收那边的野怪和线 这个操作 不得不说啊 这个操作确实是需要熟练度的 这个一定是需要熟练度的 而且是需要不光是熟练 你确实是要能够去加一个临场的判断 看看这一波 迷团过来和先不着急啊 把自己的怨灵之气棒子丢出去 小迷团在合机本体先别着急 因为这时候也上不去 看一下小地图自己队友的位置 那么幽鬼没有状态 没有大招 女王也不在这个附近 所以迷团这一波是不会选择墙上的 这个是女王包过来了 女王包过来了以后呢 看了一下女王的位置 迷团这里都一圈过来 但是女王被对方蹲了 这个位置对方明显是有视野的 女王再过来上这个台阶的一瞬间 就被对方先手动手给打死了 所以这波迷团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上去帮忙 那没有找到机会的话 这个大招如果在已经游戏过了兑现期以后 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去释放 不能够完成等级杀的话 15分钟之前 这个大招还是可以用来单杀的 如果15分钟之后 你这个大招就不要乱放 那刚才这波迷团没有找到机会 所以我也不着急 接着站在对方家的这半场打前 这里有一个冰龙 看看身上挂了一个诅咒王冠 拿自己的小迷团直接带走对方冰龙 然后呢看一下优鬼开大 我转身一个大招直接拉住你的小花仙 然后迷团合击送走你的小花仙 完成一波双杀 小迷团接着往前拉 本体的状态有点差 直接把本体拉回来 另外一侧队友女王 还有优鬼追上去 我完成了对对方老机奇遇技的一个 马尔斯的击杀 那这波打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让迷团靠着自己身上带着这个狗头铲子 也是在不断的给自己挖补给品 大药啊芒果啊不停的在挖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人能处来到了16比9 迷团的经济继续稳稳的保持在全场的第一位 然后下一个装备 他准备出的就是以太 说一下为什么这场比赛 他没有选择去出跳刀 没有出跳刀 没有出跳刀的原因是因为 这场比赛他先出跳刀 作用太小 对方能够去打断他大招的人太多了 在你没有BKB之前 你的跳刀其实意义几乎没有 对方的冰龙也好 马尔斯的长矛 虚空的大紫猫的残阴 包括这个小花仙的孤特 这都是在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就能打断你的一个大招的技能 所以你跳过去放大的这个收益过低 因此呢 他选择先去出一个以太 以太这个道具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是在你团战的时候 你技能的施放会更加的舒服 注意这里不仅仅是大招 他其他的技能也会施放的更舒服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他可以合成 在这种比较拖沓的局里面 对于这个迷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 就是零龙心 零龙心这个道具 也是对迷团来说非常好的一个道具 一般来说的话 零龙心这个道具 跟刷新的区别 主要在于就是这场比赛 迷团这个大招 到底能放出来一个还是两个 差距有多大 主要是看差距有多大 如果一个大招 就足以决定比赛的胜负的话 那么刷新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先做个零龙心 加快一点自己自身的一个节奏 提高容破率 因为毕竟刷新的CD也过长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迷团如果直接裸刷新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蓝量不够 因为迷团的技能挺费蓝的 不过迷团的第一视角 它的整体节奏就是比较容易打成这样 相对来说的话会比较无聊的一点点 这样的比赛 目前迷团的这个魔晶 现在15分钟 前呢还差一些 看一下马尔斯 这里一个长矛 再加一个端 上路的二爬已经是被迷团的这些 小虚灵铁已经给耗掉了 就一波一波的带兵线去 魔已经耗掉了 像这种带线 其实是对手最讨厌的 大家可能感觉好像 这个迷团一直就在上路待着 哪儿也没去过 对吧 然后虽然说拿到了 不杀零四四助攻 数据蛮好看 但是好像不激烈 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讲 或者从这个比赛获胜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迷团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对于这本局是帮助很大的 第一他没有占自己家的资源 也就是本方的野区中路优势路 包括烈士路三角靴 优势路野区两条线 全部留给了自己的队友 而且他还在不停的 去吃对方家里面 这个优势路野区的资源 上路的兵线一直给到对方 意味着对方很难腾出手来 四五个人抱团去游走 要不停的分派人回来去防守上路的 二把还要提防这个迷团的单杀 所以这种节奏打起来的话 就会变成迷团一个人牵制住 对方至少两个人 并且还打着你家的钱 这样的一个局势出来 这种局势一出来 就很好赢 就很好赢 这波呢 迷团的大招CD好了 跟队友的第一波开悟 16分钟这个节奏也是非常快 而且是刚刚拿到自己的一个魔精 开了这波队友知人上去以后呢 给上一个凋零 一个虚灵体 然后再利用魔精创造出来的虚灵体 直接再拉三个虚灵体出来 那这种垂妹冲上去以后 冰空临死之间放了一个大 这个大招的效果比较的一般 那么这样的话 垂妹可以往回跑一下 转移架塔的仇恨由小蜜团在这里吸引着威力 还是非常舒服的 再利用自己的魔精增悟 继续创造额外的一个虚灵体 然后拿着这些虚灵体去推塔 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 看一下这时候蜜团手里大招还在 那么对方的紫猫死血再往回撤 马尔斯冰龙和小花仙已经都被击杀掉了 还是没跑掉 本子马的这个紫猫最后仍然是被带走 那这波打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幽鬼已经是完成了双杀 而且经济追凭的对方的一个虚空 上路的马尔斯这里是抓到了一个酱油味的锤味 完成击杀 不过小虚灵体又是把兵线已经带到了对方的中路二塔 就这种谜团其实是特别遭人讨厌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像TI7的时候液体这里给上一个增物 再加上一个凋零 你看光靠一个增物加一个凋零 然后再加上小谜团的合击 就已经把对方一个三号位马尔斯的血量打出 这个得像单一个大招拉住 这个大招其实他是不想放的 但是没办法 这个地方不放的话有可能杀不掉 杀不掉更亏 看到这里增物给上去 没有蓝了 然后这个地方赶紧刻磨瓣 刻完磨瓣以后把自己的虚灵体再招出来 一波又是完成了对每方花仙子的击杀 一波双杀之后 这个谜团的数据已经出来到了八杀零еров5助攻妖怪般的杀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谜团 现在在有了魔精和这个月灵之气的加成之后 即便没有大招 他也能够打出来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输出 事实上这一波的击杀 这个2779的输出里面 黑洞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 因为他的黑洞在这一波团战的时候 只是用来去杀了一个残血 甚至说死血的马尔斯 因为当时如果不拉的话夜长不多 所以先带走你的三号位 看看这里女王中过对方一个技能以后 锤妹小龙大招就没有成功 那么拉锤子走人 谜团现在手里面没有大 应该是给对手一个信息 我没有大能做的比较有限 所以你们不要太指着我过去 不过如果是拉开架势摆好阵型的话 现在的谜团仍然是非常有用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谜团的经济 JD的这个谜团目前是有11200的个人经济 而游戏时间才18分钟 这是一个没有点金手的英雄啊 你要知道 在天赋方面的话 现在它加的是虚灵体的攻击速度 然后在15级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个人推荐也是加350点生命 为什么不加增悟触发的伤害呢 因为增悟的这个触发次数 实在是太过于有限了 虽然你加完以后 它的总伤害还可以 但是它的时间太长了 不太划算 这个时候冰龙这个谜团手里面是没有大的 先丢一个凋零 然后给一个增悟 拿自己的小谜团上去 说今天本体不着急 拉开距离不要让对方的冰龙同时大住好几个人 然后呢看到发条来了以后 再跟发条拉开距离 慢慢的跟着对方走 等自己增悟和小谜团的这个技能的CD 所以发条带走对方的冰龙以后呢 谜团还是没有找到机会 那我就接着打钱 接着打钱 再有以太和魔精的情况下 谜团在团战的时候 光靠自己的增悟这个技能 也是可以达成一个很不错的效果的 他只是不显眼 谜团这个英雄的技能 我跟大家说 他最吃亏在哪 就他增悟这个技能 其实是一个神级的控制 他吃亏吃在哪 他吃亏在没有特效 没有什么音效 如果这个技能 他的音效和他的技能特效做出来 对吧 你都不用特别大 你就跟骷髅王一样扔一个锤子出去 这个看起来 视觉效果一下都不一样了 你注意看这一波 对于这个冰龙 我就一个增悟 一个凋零 他死了 他就死了 你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增悟 一个凋零 然后小谜团上去合计了两下 一个冰龙就没了 这是一个满血的冰龙 大家要知道 他最吃亏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什么特效 你感觉 这个技能好像是没有什么效果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谜团的这个增悟 这个技能 给他配上一个死问的 A仗锤子的特效 那看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的吓人 这就有点像过去 那种老游戏 对吧 老的那种MMORPG 类的那种 尤其是网游 对吧 有的游戏 你感觉用的同样的引擎 都很破旧 有的游戏打击感就特别好 有的游戏就没有打击感 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就是光影效果 和声音的配合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没有打击感 但是呢 你想想 一个技能打到对外身上 这个技能的音效是 然后那个技能的音效是 这样的感觉 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所以打击感这个东西 尤其是像谜团这种技能 他有的时候反而会给对方一种误解 就是这个技能没有伤害 对吧 那个小谜团A人 那个弹道这么细这么小 打人根本不疼 但其实都是误解 全是误解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迷团在21分钟的时候 经济已经是来到了 12A这里跳过来 直接三连 一键三连 是不是 这波一键三连 他就非常的厉害 就如同现在 诸位给我点的一键三连 一样的厉害 当然可能诸位给我点的 一键三连 会更加的厉害一些 在迷团 在游戏经济的21分钟的时候 12700 刚才这一波跳过来以后 增悟凋零加拉大的 这个三连操作 配合魔精是很容易达成的 因为在有魔精以后 它的增悟每一段的悬晕时间 是可以达到一个1.35秒 这个悬晕时间就足够 你去扔凋零再放大的了 所以说当年三大兵谜团 拉超新星的 拉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魔精 如果三大兵当时 那个年代有现在的魔精 那三大兵的那个谜团 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失误了 说不定那就能靠这三大兵 夺冠了 所以说当时 三大兵拉空了 都怪威胁 都怪威胁 迷团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身上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就是 灵魂心了 密法鞋加上这个 一态 然后再加上月灵之气 跳刀 然后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灵魂心 为什么不做刷新球 刷新球和BKB 这两个道具呢 是 也是非常推荐出的 一个套装 但是这个套装 推荐什么时候出呢 推荐在对方 没有无视魔免空的时候出 这里跳过来 给上一个增握 然后立一个棒子 哎 跳出去 非常秀 再立上了一个凋零 大家注意一下 这波在没有队友 任何输出的情况下 就一个谜团 你看打了这个人多少血 大家注意看 就靠一个谜团 打了这个人多少血 这是一个桑后美马尔斯啊 你要知道 然后谜团只是 就跑上去丢了一个增悟 然后丢一些小谜团出来 再丢一个凋零 扔了一个棒子在那 这个就差不多被打死了 差不多就要被打死了 这波的谜团 在等自己增悟的CD 对方的输出 有一点略高 这个站位好像有点问题 跳刀过来 再接着追人 一个增悟 第一下没上去 找视野 找视野 增悟给上去 身上中一个组织王冠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对方这口也跑不掉 对方中了这个增悟 以后是完全没有办法TP的 你看这一波 光靠着优鬼的 过来以后的输出 增悟加小谜团的伤害 再加一个凋零 就已经把对方的 这个小花仙打得 有点生活不能自理了 总伤害真的挺离谱的 二阶天赋的话 推荐是点350点生命啊 谜团 因为有的时候 谜团在拉大招的时候 对方虽然不能打断你 但是对方是可以打你的 我虽然打不断你 但是我可以打你 所以会很疼 加350点生命 让自己能多扛一点伤害的话 有的时候是比较有用的 这场比赛 他不出刷新BKB 无非也就是因为 对方的冰龙 加上虚空这两个 无视模免控 你刷新BKB 可能根本就放不出来 两个完整大 或者是 连一个完整的大招 都放不出来 还是会被对方打断 因此他这场比赛 选择了一个兼容性 或者容错性更高的出风 就是出跳刀 然后出以太 这里哦漂亮 又是一个跳刀 直接开溜对方的马尔斯 再一次大招被秀掉 虚空跳过来以后 一个大招直接攥住三个人 弥团这一波呢 TP虽然有 但是周围没有能够踢的地方 慢慢的往战场上走 遭遇到了对方的 一个小花仙呢 我就先送给你一个增悟 不过既然看到小花仙的话 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在过去的意义 就不是很大了 我先让那个小弥团出来 然后呢 把自己的一个棒子插出来 棒子插出来以后 你看光靠小弥团的合击 再加上增悟 又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小花仙 打掉对方的小花仙以后 这根优鬼开大 转移到后排以后 已经是无人能挡 击杀掉对方的冰龙之后 我又发现一个大宝贝 直接召唤出来 屈灵体以后 再用二技能召唤出来三个 不过对方的一个装 直接打掉 那看看这一波 马尔斯有跳刀吗 应该是有跳刀 可以留了 那不追了 这波再追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直接选择是 只跳TP到上路 因为对方的虚空 他看见了 持二哥魔伴 直接把身上的装备 全部丢掉以后 吃掉魔伴 把自己的蓝量拉起来 看一下对方的虚空 是有可能打这波兵线 如果没打这波兵线 就是在野区 而且最有可能的是 在打高坛的野 我这里就先不去了 先把你家里的 大野给你清掉 他刚才在这个位置 把屏幕切过去 也是给队友打一个线号 告诉队友 在那个地方 应该是有虚空在打钱 然后这里 他没有着急去露头 注意他这波 没把小蜜团放在兵线上 是为了防止 对方发现自己的站位 所以他选择直接去打野 那么这波打野以后 再拿一个小蜜团上来 发现对方果然是 已经把野怪清掉 清掉以后又没回到上路 肯定是已经走了 就不浪费时间了 果断的自己 也是把小蜜团拉到线上 然后这样的话 节约一点时间 尽可能的再多杀点钱 这里是依靠着一个进攻眼 再加上小蜜团 发现了对手的一个小花仙 准备进野区 但是现在杀这个小花仙的话 应该不需要 放什么太复杂的技能 一个增悟 然后再加上一个凋零 招一个小蜜团 跟着A对 下路这里女王 果断的选择一张TP 这个脸是有点黑 被对方是打出来了 一个被动晕 那么这样的话 女王这波肯定是跑不掉了 而迷团相对来说 比较笨重的缺点 在这波也展现出来 下路这边没有能支援的点 再加上他现在身上没有BKB 有BKB打招也不好放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慎重 迷团这个英雄 无论如何都是以这个团战 它只有两个 主要是打两个作用 一个是团战 一个是抓单 像这种抓单就很好抓 这里直接把棒子立出来 然后自己的门体往回撤 棒子拉出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掉血的速度 对方的这个小花仙 这个掉血的速度 是真的有点离谱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虚空15200的精力 已经是快要追平这个迷团了 但是迷团的下一个装备 已经开始准备做BKB 做完BKB以后 考虑一点刷新 还是A帐 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A帐 的道具 A帐对于迷团来说 现在等于是把 原来的魔精 白送到A帐里面 还加强了一点 这里给上一个增悟 大招直接跟上去 被对方秒打断 但是问题不大 这边队友很给力 能不能砸晕 砸死 漂亮 对方被打死以后 虚空一个大招 正好被迷团躲开 然后丢给你一个增悟 逼你开BKB 你开不开 这边BKB被听出来了 逼出来以后 幽鬼直接传过来以后 突然间发现 根本打不过这个幽鬼 但是幽鬼追的有点靠前 蜜团之内 等下自己增悟的ZT窝 跳过来 再给上你一发增悟 然后被对方一套技能 丢回来 但问题不大 对方没有输出点了 虚空直接被带走以后 一的幽鬼 完成了超神的杀戮 然后就被中解了 然后就被中解了 但是不要紧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谜团 有13杀零死 13助攻的一个数据 仍然也是超神的杀戮 从这波输出来看的话 优鬼还是很给力的 在28分钟 这个经济不错的优鬼 在对方第一波技能 给到谜团 但是没有打到的情况下 找到了很好的切入时机 也是完成了 对对方核心点位和关键的 一些需要针对的点的击杀 只不过呢 最后因为实在是 经济还没有到的 还说特别肉的程度 被对方还是给收掉了 打完这波以后 团队经济领先优势是6000块 但是迷团 伴随着迷团 这个英雄越来越有钱呢 其实对方的这个比赛 会越来越不好打 尤其是在迷团 配合优鬼 这两个英雄的情况下 那团战的时候 队友这边发条也好 垂媚也好 随便一个人上去 开一个视野 只要确定对方要开团 优鬼就直接开大 找后排的冰龙 然后迷团 只要在优鬼 粘住冰龙的情况下 他再去放大 就非常好放了 不管是用大招 去针对对方的紫毛 和虚空这些大哥位 还是说我直接跳到后排 跟我的优鬼一起 用增悟 加上这个凋零 先驱慢的冰龙给秒了 秒了以后 我就可以随便把打 都是可以的 这里也紫愿给上 优鬼传过来 瞬间秒掉对手的 一个紫毛 这里过来也是 给上了一把增悟 1.35秒一段的晕 还是很厉害的 顺带一提 顺带一提 拉比克如果偷到 谜团的这个增悟 并且身上有一个 永恒遗物 满极的奥树之尊 再加上一个魔精的话 那么他可以实现 一个6秒的长控 就是拉比克 偷到的这个东西 可以实现一个6秒长控 非常的离谱 所以看到对方 以后选B团的时候 可以无脑去拿一个拉比克 就是不管是在比赛局 还是路人局 大家只要会用拉比克 你都可以无脑 拿一个拉比克 拿一个拉比克 因为拉比克偷迷团 任何一个技能都是神技 偷他的 这个1技能 可以实现一个长控 偷2技能的话 可以帮你打钱 偷3技能的话 团战伤害很高 偷4技能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这波你看这个冰龙 掉血这个速度 你看这个掉血这个速度 一个增悟加一个凋零 直接就把他给抬走了 超级快 那打完这波以后 迷团身上的装备 是可以拿到自己的BKB了 游戏时间也是来到了30分钟 那么下一波团战 基本上就可以是 一个决定比赛 胜负的团战了 而且在拿到肉BKB的这个时间 正好是肉山也快刷新 下一波幽鬼带盾 然后迷团这边呢 拿到BKB之后 有跳到BKB加零中心 而且还拿到了一个 加速步步啊 好东西 这些东西都拿到以后 跳到过来 增悟慢了一点点 可惜了 哎呦 这个太可惜了 这个增悟给到的话 就直接凋零 然后开大了 真的就是直接凋零 开大就秒了 中路自己的队友这边 被对方抓了一个漏洞 因为他在下路漏头了 漏头以后 自己的中路队友 没有及时的撤退 对方兴空支援回去以后 队友是不敢应接这个团的 这波有点可惜 不过还好 蜜团这里直接选择 是把自己的小蜜团 丢在这儿去倾线 本体呢往回跑 山上的这个天赋 选择加了50点的虚灵体攻击力 而没有加五页凋零的一个范围 这个也可以 因为这样比赛对方脆皮比较多 所以加虚灵体攻击力的话 也蛮厉害的 这里队友又是直接秒掉了 冰龙和小花仙 发掉一个勾 勾上去以后 留住 紫猫女王跟上来 给输出手 里头有大招 一个大招轰出去 完成击杀对对方的紫猫 这波打完以后 谜团有19500的个人经纪 而且给自己队友发一个信号 我现在有大 有BKB 有玲珑心 对吧 而且有加速不苦 看看这里 应该是又打算过来 去单插一下对方的虚空 猜了一下对方虚空的位置 跳过来给凋零 但是没有抓到 有点可惜 对方的虚空 也是果断的一张TB 直接回到家里边 那么谜团这里再找一找 没有找到 那算了 直接把棒子丢上去以后 帮着清线 团队经济领先优势9000块 现在过来再打一个肉山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想要找队友 帮队友帮着破一个灵坑 然后直接一个增悟丢上去 利用增悟就可以创造出来 小谜团 然后再拿谜团 利用自己的二技能 再额外创造小谜团 这样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谜团增悟创造出来的小谜团 是不会分裂的 不会分裂的 所以你用它 配合你的二技能 额外创造小谜团 不用心疼 而且小谜团的攻击力现在很高 大家注意很高 47加58 100多的攻击力 用来打盾推线 合击对方那些脆皮低护甲英雄 这个伤害其实是很厉害的 那么这一波攻上去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也就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也就要到 快要到尾声了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 对方应该怎么来应对 这个经济很不错的优鬼 再加上一个带盾的女王 这个优鬼别死了 我刚夸完你你别死了 这就抹得了呀 这样 看一下全没救 全没救下来了 可以一个增悟丢上去以后 女王过来收到对方的一个小花线 那对方这波起火 没有杀掉优鬼的话 基本就没了 看看徐波跳进来 开始杀 迷团大招果断拉住 敌方的虚空 这波没有来得及 第一时间给增握 但是问题不大 对方跟上来给输出 带走对方虚空假面以后 对方四个人被团灭 只有冰龙又买活 迷团这里再接着创造一些 小迷团准备直接上高 拿下比赛 最后的这一波团战 迷团就发挥 他了在游戏的后期 这个英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对对方点目标的威胁 与其说迷团最主要的任务 是一个大招拉住 对方一堆人 不如说他最主要的任务 是拉住对手 推斜最大的那个人 这个伤害确实有点高 对方的马尔斯 也是直接被秒 中路的高地拆起来 也是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小迷团的这个数量 一堆起来以后 再加上这个超高的攻击力 和攻速 以及攻击力的天赋 加成 拆坚珠也是一把好手 打钱也是一把好手 那这样比赛 一直打到最后比赛结束 我们这里稍微加一点速 我觉得比赛应该要结束了 打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 迷团都牢牢占据着 全场经济第一的这个位置 对方这边又开了一个塔房 打算再拖一点时间吗 这是要 看一下迷团大招CD 现在还有30秒钟的时间 这里没有着急征增悟 看一下对方这个人的位置 挑刀过来给增悟啊 看到了紫猫 这不是不用了 技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对方这个时候紫猫被带走 还有人要出来吗 应该不会有人出来了吧 我觉得 再出来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 虚空这里给了一个大 但是迷团及时的 开启自己的BKB 发掉这个勾 勾过来以后 迷团给上一个凋零 然后再跳过来 往前跟虚空再跳回去 杀掉了一个 不过最后还是被女王杰收掉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应该也就 可以准备露下帷幕了 看这里迷团是回家 买了一个刷新球的配方 然后呢 队友在这边开始拆基地 看看还要不要考虑虐一下拳 我估计他们可能还想虐个拳 果然打算虐个拳 这里迷团做出来自己的刷新 准备刷新双大 要搞一波事情 但是来得及 我觉得来不及 来不及了 实在没得干了 在原地放了个大 我的天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也是结束 这场比赛 其实JT的这个谜团 使用的整体来说的话 可以说发挥非常的稳健 然后表现的中规中矩 但是就是这种中规中矩的谜团 对对方的威胁 反而是最大的 如果一场比赛 需要这个谜团屡见其功 才能够赢下来的话 那么说明这场比赛 你的队友 或者说你的对手 真的是有点问题 但是大家只要能像 JT这场比赛的 这个谜团这样 能够把这个线站住 站住了 然后呢 能够去给到对方 线上压力 能够把自己的 团战效果打出来 能够抓住机会 去对对方完成单杀 而且在自己 没有大招的时候 也能在团战能中 利用自己的增悟和小谜团 来创造出来价值 这个谜团就已经很强了 另外就是推荐一下 这个东西 怨灵之气 一定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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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话说三遍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黄大师 我是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直播的话 也欢迎大家能够 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见 咱们不得